男人趁时下面有小帐篷 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但如果它消失了 那么你多办离尾不远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医生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要知道男人早上出现那种现象 是身体阳气精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阳气和精气在肾中疯藏 早上的时候阳气催动 这时候中筋得到充盈 自然就会出现小帐篷 如果阳道不同精气不足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起不来 而出现这些情况的一大部分原因 多是由于压力比较大 或者经常熬夜等所导致的 那么像这种一般只需要调理 作息放松心情就可以恢复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诱导因素 出现了帐篷的消失 那么这时候多是阳道不通 现经不足导致的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调理一下了 如果你平时除了容易出现皮软 胶带快时间短的情况 还容易出现胸闷气短 喇叭咕下面好像有气似的 账满情绪不好 喜欢叹气 这多是阳道不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医认为肝是疏泻之关 可以调唱气机 如果长时间的心情不顺 压力过大 影响肝的疏泻 那么这时候就会引起肝气的淤滞 造成阳道不通 气血滋养不了 宗筋所导致 那么这时候调理应该疏肝解余为主 我们可以参考柴虎疏肝散加减来调理 如果你是肾经不足 这是除了会出现哪方面的情况之外 还容易出现记忆力下降呀 耳鸣啊 腰气酸软呀 头发皂白呀 活动迟钝呀 这时候调理应该以补肾一经为主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五子腌中汤加减来进行调理